看惯了口角大爷大妈 今天换换口味 看看你歪的老年人 古大妈五十六岁 二人赚民间一人 月收入还八百块钱 不该啊 大妈这脸看着挺俘态的 咋才这点收入 难道是忘夫不忘自己 一听还有人相中自个的 大妈虽然一脸都不相信 但这心还是扑扑扑扑乱跳 万万没想到啊 心跳了 之前有没有想过 会有这样一个熟织来找到我们 没有 有想过上节目 会被电视机前的观众喜欢的吗 惊讶着还挺 这真有这事 还不敢相信啊 这一辈没听过过 真的假的 我没听过谁爱过我 叔叔还跟我们说呢 说让我把一句话要带给您 什么话呀 叔叔说 让我转告古阿姨 爷爷说的 我一定会对他好的 你之前不是说吗 要慢慢胖肯定能碰到愿意对自己好的 那对 有这么人说的喜欢我 我也挺感觉到也挺骄傲 挺有点感动嘛 还挺期待的呢 是不是 最好还是见面也相同吧 张大爷 58岁 扫偶的 农连 收入不顾掉 我说大家怎么一脸没睡醒的样子 原来是昨晚忙的一宿没睡 至于第一演员 虽然情人眼力出西枝 但大爷 咱也不至于闭着眼说话 你要是被威胁了 麻烦睁一下眼 我去帮你喊救命 给我发微信说昨天晚上一宿没睡 没睡 为啥 我改暖气了 我这烧 我那屋里有灶的 不想让我这熟悉 我不知不觉的到一点了 特意熟悉了一下屋子 你是紧张的吗 还是忙的一宿没睡 那也不是紧张 但是心里的话也忙不倒 这回看见真人了 您进 像是个那个刹那 感觉 来的 先雨先完了 加油 你一看呢 我也感觉它挺好 见到真人以后呢 果真是真好 哎呦卧槽啊 大爷是越看越激动 越激动越看 带完大妈参观完房子后 不仅准备了惊喜 甚至还觉得大妈比电视上好看 难道大妈只是不上镜 实际上真的美如天仙 这个是新屋呢 这个是个房子 原来我开的 不是 牌子不开TV嘛 还开个KTV呀 还开过年呢 这小大屏幕 这个屋咱们收拾收拾 后来怎么不开了呢 他去世了我上场了 我都知道成效 咋样啊 晒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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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晒 道上的人讲究的是一个 以舞会友 大爷已是深谙死道 当场给大妈来了一段靠山条 唱得还行 唯一的瑕疵是大爷忘死了 烽火戏出吼 只为博美人一笑 目的达到了就行 叔叔你都被啥惊喜了 为了 你待会就好好表达吧 我尽量表达 紧张不 不紧张 真大叔叔还紧张啥呢 感觉咋样 他电视上没有现在好 他在电视上没有现在好 没有现在好 现在比电视上漂亮呗 比现在漂亮 真比电视上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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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潮澎湃 张祝林我未曾说话 神大一拱啊 口尊声各位朋友 归耳熄听啊 那一天我把电视来看 燕霞相亲就在那录制中啊 我看没成不安心里的暗自喜呀 我看一眼 挺好挺好 掌声 又掌声 这个词改了多少遍呢 刚才这词 写的只有十遍了 今早我还改呢 我哪记不住呢 今早我还改呢 他改了 这词写的不错 他得飞机心急了得 要得不能憋得一宿 一宿都没睡呀 嗯 单身狗都好好看看 大爷的撩妹手段 先要投其所好 接着就是恨无疾无 大爷说了 不是有个老头 不让你唱二人传吗 我今天冲冠衣那我红颜 必须在全国观众面积 羞辱他一番 那你从电视上看见阿姨 是不是也是因为 喜欢二人传还是喜欢阿姨啊 都都有都有都有 两期都看过 有个老头就是 不同意你唱戏 说的意思 你除爱的种种都不同意 我就生气这一事 我说这个你这你能管 你管你这事哪 人家是自己有自己喜爱的工作 和爱好和兴趣 完全自己这种心愿 人家活的就是处于快乐 人家咋快乐 人家就得让人家咋活 对不对 你不能去妨碍你的 不能去阻碍你的 他能以你的意志为转移吗 那天我就生气这一事 你是边看电视便生气了 我说我说我说你 我说这个事不能给他 我说这你给他干嘛呀 不理解人你给他干嘛呀 你跟他俩过什么日子 恨完之后再把大妈好一顿舔 大妈这人净夸 之前两次没说两句 就哈哈大笑 这次被捧到天上 不知道是不是怕摔着 一直微笑挂在嘴角 像个仙女一样甜静 硬是给大妈整的小心脏 嘎噔嘎噔的乱跳 看了这期节目给你的触动了大爷 对对对 触动很大 看电视看见第一眼的时候 看见阿姨就心动吗 对对对 第一眼 哪吸引你了 我相信我的第一感觉 人长得也不错 哎呀 人长得也不错 那个瓷眉散目 能说会唱 哎呀 这女人的优点 基本上都扎人 nice 我看两期那你说 嗯 头一期我没看过 第二期我还接着看 那我们电视应该都看了呀 那众多阿姨中怎么就喜欢郭阿姨了 嗯 我就对她的格外的上心了 嗯 对别的我真没上心 我这一看她们没成 然后我就心动了 我都乱字的我就想办法呀 我就争取啊 酝酿了很久很久 真的 真是 我怎么联系 但是我也不说呀 也不说的号 说那个什么 包米那个 他说那个啊 哗哗哗 说出去了 我就等了他说那个 他不说 不说往我这口 往我我我我我 下地站 站在电视跟家里看 这样的人 在一起生活 肯定会幸福 肯定会快乐 这个 这个是我 呃 对她 追求的那个最大的原因 最大的原因 是不是从来都没想到 电视中的古阿姨 如今坐你家炕头了 哈哈哈 对对对 真没想到 幸福来这么快 幸福来太突然了 哈哈 三天不到幸福来 在出门了 你对我来讲 就是那个 鲜雨下完的 哎呀 哎呀 以前想了几个艺术唱戏 都拉倒了 人家不 哈哈哈 她还挺支持的 她给你写了词 哈哈哈 她给我写词 还真够唱 这个意思 感情的是落完了 这经济基础也得落落 毕竟经济不是靠两片嘴 就能拿下的 巧妇难为 五米直吹啊 没钱就没有柴米油 岩浆醋厂 大爷还是有点不坦白 大妈也有点小担忧 大爷虽然没有固定收入 但估计手里也赚有一些钱 不然也不会说去买楼 有老伯的话得担担 怎么过日子怎么过呀 是一年收入能有多些 我搞那个图建工程 我这收入不不定 就看我包的工程就好 包的啥样 工程一年能赚多少钱 反正这十万八万的值得能挣 我说这数吧 反正这就是保守数字 我这大房子和咱们买卖 咱继续干都行 可以地位 另个房子 人家设备啥都有 咱家这么大房子 开饮食饭店啥都行 老家那有无赏地 我也不送 每年都往处承包 两万多块钱 在未来是怎么打算的呀 咱们如果是在这住 住不习惯 想要住楼 咱们就上厂岭 买个小楼 咱们俩住 跟人家离得近 反正这不固定收入多些 固定的有多些 固定的有多些 没有固定的 我也没有工资 这不好的 没有工资 完蛋没有存款 那你就赶正赶花 是吧 我总叫这么 不容易 那就是 我是你说两批可以一起努力干 那也总 关键我不会干什么 就咱们 咱们两个人 咱们这两个人 这叫收入呗 咱们这两个人嘛 这个 这个 咋的也能活 你放心 大叔又是买楼 又是包工程的 一顿表决心和畅想未来 给古大妈也是感动的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但同时也犯了难 一面是大爷的真心实意 毕竟遇上一个真正 自己的人不容易 尤其还是在晚年的时候 一面是面对未来生活和经济上的担忧 并且没有固定收入这件事 还是让大妈心里很没底的 坦白说就是没有安全感 咱就是说你这八百固定收入 真的没啥卵用 看过这么多期相信 要么是根本没收入 要么有收入也会过千 就看咱古大妈接下来如何选择了 那就是收入上我有点疑问 也都没有固定工资 就是没有固定收入吧 我就赶紧到 现在就像没啥 没有提示的 就这么 他说的也对 他想法也对 但究竟现在哪个都没实现呢 是不是 还得看实际的 是不是 咱们就是实话实说 我没有一切人的固定工资 啥的我没有 对于这种提出这种要求 也感觉人家提的不过分 我可以承诺 两个人的生活 我肯定我能 让他过得更好 但这我还干几年 还有不成问题 也不能现在去下结论 那你说现在 但是他心里的好 我他心里心思的好 我只能 遮纳的 他这种工资一心一意的 有地下是固定收入 我结果还不要 不是他 在我外面挣点 嗯 嗯 这包的工程 往前勾勒过也行 哎呀 就十多年呗 您主要看哪一边打动您 就是他的心意 对吧 对对对 他这一盆诚心诚意的 就 特别的用 生病这回事 我的想法是先进老两口的钱花 花没之后谁生病就找自己儿女 虽然不好听 但这就是现实 大爷的思想境界看似比我高点 也愿意砸锅卖铁给大妈治病 但注意细节 大爷从没说过 让自己儿女给大妈治病 不过还是把大妈感动的一塌糊涂 他得找一个固定收入的 嗯 这个是硬性条件吗 爷 那可不找的 那就是大师嘛 我也老了 想拼搏也拼搏不了 就是我唱戏 我还能拼搏几天 实际上没病没灶的 我这个一年的 我这个弟的收入值 就给我咱俩多的 还说没病没灶 没病没灶 两万块钱 两人只能够慌 我也有病灶的 我儿子姑娘必须管我 那那是您 您说阿姨呢 是阿姨如果跟您在一起之后 阿姨要是有病灶的话 怎么办 不用灶 那现在也不能灶了 咱们挣钱不得 挣完钱不能都花了 不都攒钱吗 阿姨要是生病了的话 您这边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或者说您的儿女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我吧 那个咱俩既然都一起了 您有病 我能看这痛苦吗 咱看躺痛苦吗 我必须得看病 我就得尽到我做一个丈夫的责任 那如果您的自己的收入 负担不起这个医疗费用的时候怎么办呢 就是抬钱借钱的 我得给你看病 我就卖房卖地 也得给你看病 我不能说抗着你 你不行 也不能让你挺了 这事你放心 说这话我挺感动 哎是啥 大爷给我看病 这心意就难得 嗯 咱这个孙儿出来 找这种心意的都不好得 感觉到头一回经过这个了 很感动 嗯 大爷还是有点不懂 不是看态度送花 而是送花看态度 接住了表示有积蓄的可能 不接就没有后续了 大爷再次表了表心意 得到大妈肯定的答复之后 大爷最后来了一段 深情款款的告白 先把花送出再说吧 大妈手都伸老半天了 最终大妈又破防了 又开始捶着大腿哈哈大笑 所有的坚持都在这一刻烟消云散 毕竟是生平第一束花 高兴的根本控制不住情绪 嗯 所以我都没看意见 你不拿那花表示一下了啊 他没有态度呢 哈哈哈哈 我跟你说 你送完了再看啊 你的态度 我得看着 我得听到人态度 这花送出去 那就得有一半的那个希望 这束鲜花献给你啊 以表我的成心 希望咱俩在今后的日子里 亲密的相处啊 哈哈哈哈 亲密的 我用两个人去 这个词我七十八天 那考虑要再三 我用这个词吧 亲密的相处啊 哈哈 谢谢你啊 谢谢你啊 不客气 谢谢你 长得大叔叔 我接过鲜花 你啊 还是头一次 还是这个话 哈哈 我没接过 我是西石跳 哈哈哈哈 本期结束 感谢观看